艺术及生活 生活及艺术 刻过抽象创作 出发自古情怀 高丽珍毕业于成功大学都市计划系 在学期间师从前辈画家 曾培瑶喜画数年 原本从事工程过问工作 多年忙碌 世事家务纷扰 心灵忧郁度日 终于退出职场 某一天 发现年轻时的日记 回忆起当年字意奔驰的青春 发现遗失的感动 人身影在心 2005年 决定重拾画笔 它借由自动书写 启动内在的直观 捕捉瞬间的灵动 抽象创作 起始于自我舒怀 风格抒情 用色低调 主题清晰 与会简洁而优雅 在创作之时 也走入空灵世界 自我疗愈 希望在这不确定的年代里 对于忙碌却精神孤寂的现代人 同样有疗愈效用 高丽真认为 艺术及生活 生活与艺术 平日除了维持绘画的基本美学素养之外 他也注重个人的灵性提升 日常的随笔练习 有利瞬间觉知的捕捉及美感技能的表达 习惯独处 高丽真经常末观内在 透过每日的冥想 扩展个人量子意识 而这些最后也都会成为创作的能量 欢迎各界喜爱艺术的朋友李玲欣赏 时邦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